- 曹老闆打野见过没有? 前段时间,巅峰赛定榜第一的主播 就是用这个三线下水道打上来的 那既然他可以,我应该也可以 这里看到韩星视野,看走势 他应该是刚打网红,直接去蓝区打蓝 那这里我们可以先拿核线 韩星肯定是打得没有快的,直接过来反 诶?我逞,直击胜似,有大招的曹操 那边还拿什么跟我打?我要一打三 打我笨蛋 干,让韩星跑了,诶,等一下,咬他 漂亮 这个高枪里也走不掉,三连斩直接带走 上个盾山,也只能是鼓掌难民,乖乖的 继续武器,曹操第一波押着韩星打 整局就能一直押着他的,给他做选择题 要么车推让红,要么就把红拿了再捶死他 哦对了,要是选择第二项的话,蓝也等于没有了 刷光他的眼,让他无野可刷,杀人猪心啊 上头了上头了,本来韩星也是个好青年 就因为三分钟一buff开,就不行了 这形态可不行,这样怎么能干大事啊 现在刀宝就来锻炼锻炼他 锻炼的方式,就是让他继续拿不到蓝 以逼获他成长,说不知成长都是要伴随痛苦的 但那个来了个不知好歹的 那就一起加深一下他们的痛苦 还有这个盾山,我忍你很久了 乘机,板走 你们猜一下,我下一步是做什么 现在我们就可以拱手让出自家野区 让上下路自己去收,避免资源浪费 或者下一步,当然是继续去返红啊 他整篇野区刷新时间我都是知道的 那现在有些奥巴问了 你就不怕他救人反蹲吗? 那我真把对面野区当自己家了? 没错,这就是我的家,看这数据 我巴不得他多叫几个人,我刚好一并带走 对吧,只是要让队友帮你守 这样我才能击败的过瘾一些 87块,这还不如一个红buff之前 你们说,要不要放养他一段时间再杀呢? 趁着对面撞下阵王,先要一波高地 停一下,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嘿嘿,没二技能我就直接越塔干了 还有这个圆方,我抽了反甲的,他没地方跑 餐血不用慌,我们可是曹操啊 太大了,直接回满 6分钟的节点,大招冷却只需18秒 再算上大招持续时间8秒 所以对他来说就是10秒一个大 而且大招升满可以增加200的武功和20的韧行 相当于多出了一个破均,且被控的时间极短 曹操一直是被大家忽略的野王 在如今的版本中,对抗路英雄是越来越变态 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曹操打野,技能稳住野区确保前期安全 刺激之后进入强势期 在打野队友上,正面硬刚不输任何打野 唯一的短板就是位移短 而且A技能既是位移技,也是主要的输出手段 把位移技能用来输出的话 自身就很难在团战中走出来 所以曹操就比较吃一时操作 看这波,敌方三人追击夏侯 我们预判一下他下一步的方向,侧翼进场 二技能减速后直接开大 感谢顿山老铁的神助攻 剩下这俩不足为惧 趁机加红的灼烧效果就能带走顿山 至于原方吧,还是那句话 我出凡家了 TRIPLE KILL 原初之息爆发 在这里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